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印象科技 之前我们印象科技推出的C3L雕刻机都是总机 后期我们为了方便 咱们买家们共得的了解和学习竖空雕刻机 我们会推出套件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套件的赌装教程 很简单 先从我们套件包装里取出 取出这两根 这是26公分的旅行材和22.5公分的旅行材三根 先和这六个直脚 叫脚尖连接 还有若干个这种螺丝 这种螺丝非常明显 他们就在套件里面都会有的 你看一下就行了 首先我们进行用底座的安装 底座的就是堵装 底座堵装我们很简单 首先将这最长的两根取出来 放出来 这样放 然后再将这两根 这样并在这里 就等于这两根长的 先把这个一拿 等于这两根长的 加住这两个短的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些脚架呢 就是用这些 就是用这些螺丝 就是用这些螺丝 然后你没看见没 这些这些这些旅行材四周 每一边都有这个凹槽 就是为了用这种螺丝 进行加住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用螺丝 将它们进行固定 我们在这里就不进行实际操作了 就是讲解一下这个流程 然后直接 待会儿直接拿出重品 然后就是这样子 组装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 讲解一下这个 这个旅行材和脚架 具体是怎么连接的 就是这个样 就不知道这个脚架 什么有个孔 用螺丝插入 把这个螺帽 把这个旅行材专用螺帽 放在这个凹槽里 放在这个凹槽里 然后用咱们附带的这个内队脚扳手 因为咱们内队脚扳手有大有小 用这个大的 然后就是放 就是来进行旋转这个螺丝 螺丝杆 然后对准这个螺帽 螺帽的口 然后旋转 上紧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上 每个螺丝都是这样上 然后我们就 先不继续具体上了 然后直接拿出重品 给大家看一下 上好玩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不每个地方都是有螺丝进行连接的 我们建议大家在组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进行不断的调试 然后不断的上紧螺丝 怎样调试呢 就是要让这四个面 就是要让这四根杆组成的这个面 是一个水平的 很简单 就是放在桌子上 先放在桌子上 先别让 先别把这几个螺丝上紧 然后拍一下 这样拍一下 就是使它是一个 是一个 相对于桌面来说是一个平面 然后再用这个 咱们的那个脚扳手 然后再进行 把这些螺丝进行上紧 上螺丝呢 其实都一样 都是 顺势针是扭紧 逆势针是分开 就这样 就这样上下去 好了 我们在这里就是大体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流程 这个底座装好了以后 下一步咱们就要把咱们把这个立板立板装上去 这个立板与底座的连接也是由脚件来完成的 脚件 咱们先把这个脚件安装在这个立板上 因为因为它是要这样立的嘛 所以咱俩说咱们这个脚件一定是要这样放的 这样放先贴着这样 就这样 咱们先把它放在上面 进行螺丝进行固定 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大体的讲解一下 各位买家如果就是买了以后吧 回去自己装的时候 这些螺丝该上紧上紧 别太松 因为咱们这个总机装成以后 实际过程中难免会有 就是主轴电机震动啊或者什么的 难以会有震动 因为如果螺丝松的话会容易会容易会容易散架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将这两个脚件安装以后 立在这上面 大家可能会问 这地方会就是留多少余地呢 我们我们推荐大家就是用尺的量一下就行了 大体上就是3.5公分 3.5公分的位置 大家用尺的量一下就行了 就是后面 就是这个 这个立杆的这个后边缘距离这儿 这地方是3.5公分 然后同样的道理 用了这些用这种旅行才专用螺丝 然后来进行固定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讨巧的方法 其实也不用用尺子 就直接这样看 因为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旅行台中间是有一个凹槽的 咱们就用这样 咱们取这个凹槽的 您在对面看的话 是靠近靠近脚铁的这一边 这一个凹槽的这一边 对准下面这个脚件的这个边 对准了以后 用尺的量基本上就能带来5公分了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在组装的时候尽量准确一些 因为这个机器的就是 就是这个最终使用效果 就是最终就是重品效果 与这个组装调试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关系 你组装好了 就是在这场组装装就会撞穿组装 你如果堵装不好 就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好了 就是这样 底住奥和立板就算是固定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是具体上就是大体上就是这个样了 好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在套件里面取出这个 这块塑料板 它的其实它的作用呢就是 就是放在这个立面上 然后盖在这上面 上面好方便接那个驱动板的 说白了就是一个驱动板的支架 这块板就是驱动板的支架 咱们先把这个机器拿一边哈 驱动板的支架 因为因为驱动板是用螺丝来固定的 所以呢 咱们就是搭过来看反面 反面你会看到若干个内溜脚背 就是六边形的小孔 这些小孔呢 就是要放这些 M3的这些螺丝帽子 为了方便以后 后期咱们把它装过来的时候 驱动板放上以后会有好的方便的旋 扭转螺丝 咱们这些螺丝帽 在套件那边也会附带的 然后就是这样 按照它的这个口往里塞 然后刚开始塞的时候 会有可能就是有多少的阻力 如果要是有阻力的哈 我们建议会就别放在桌子上 是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然后是最好垫块东西 然后就用这个螺帽 就是放在这上面 轻轻的这样砸进去 我现在这个呢 是稍微的有点松 如果你面那些紧的话 就是这样稍微有点砸进去就行 就是说白了就是将这螺帽 再在这口里 我现在在这里就是做个示范 你给看一下就行了 大家都看一下就行了 好了就是这样 一共是12把螺丝 就是分别固定在上面 固定完了以后呢 就是这样拿起来 把它倒过的时候 螺丝不要漏出来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 这个螺帽一定要是夹在这块塑料板上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取出我们的控制板 就是 这是一套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一个24伏 转5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变压器 一个降压变压器 上面的这颗旋鸟 就是用热融胶都已经固定了 千万别乱旋 乱旋会导致出错了 然后其他都不用动 咱们先把它 看见这个箭头了没 这个箭头就是说这个24伏 就是这样跑的 上面都有印和out 如果稍微等点英语都可以看得懂 然后咱们来先把它进行 看啊 这个板这个样 就是这个螺丝帽 看不着螺丝帽的面是正面 看见螺丝帽的是反面 看见螺丝的面是反面 咱们呢 先把这个 这块小的项路板 固定在反面上 因为咱们就是附带的 这个这种小的这种自拱螺丝 用咱们的这种十字花 十字花螺丝帽 咱们会附带几个这种这种电片 这种塑料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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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圆柱形的电片 就是为了固定这些 就是为了就是架起来 将这些箭头板架起来 上面上面会也会有四个 四个小口 看见没 咱们只需要 应用对角的两个就行 因为咱们箭头板上 只有两个对角的口 将这个圆柱形的塑料 垫在上面 然后咱将上面扭上去 固定在上面 其实都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这边这块也是 固定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悬上第一个螺丝的时候 先不用先不用扭紧 先差不多就行 你两个一块小时以后 得一块扭紧 好了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掉了他 然后他固定在这个 这个这个 驱动板的支架的反面上 一定是反面 正面是这个样 看不到他了 就是这个样子 固定完以后 咱们拿出来咱们的支架 就是就是框架来 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种过来 种过来 然后应该是放在这的 但是咱们千万 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就是咱们 就是你们在买了以后 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千万不要立马 就把这个支架固定在这个 上面这个红杆上 一定要是 一定是 一定是先把这个 先把这块线的板 固定在这块立面上 固定在这块立面上 怎么固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上面也是有四个小棚 咱们行楼板上也是有四个小棚 可以看一下 然后同样的道理 用咱们的自拱螺丝 用咱们的自拱螺丝外加 外加这种圆柱形的垫片 咱们也会附带几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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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片 将自拱螺丝 将自拱螺丝垫在这个垫片上 然后 架在这个 下在这个 后面呢 再加上一块这个 然后旋转的就是固定在这个立面上 好了 咱们就将这个 控制板 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固定在上面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这四个螺抱 加上这四个垫片 然后加上底线的四个圆柱形的塑料 塑塑塑团 然后把它架起来 说白了就是 尽量的就是把这个螺抱旋轻一点 因为它会没有松动嘛 就是这个样 然后这个线这样掉了 有一个点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可能在安装的时候 这个这个垫片和这个螺帽 可能就是如果也是一个安装不好 它就会拖过去了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孔大了 并不是这个孔大了 而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入放中了以后 才正好能够卡住 你放不中的 它会容易脱落 就这个意思 然后安装以后把它立起来 把机器立起来 把机器立起来 大家就是好多买家 可能会现在会先 哎 现在可以把这个板 把盖上的吧 别 现在千万别盖 因为现在盖了以后 待会连线就不好连了 我现在就是先把它先这样 先这样拿开 大家会看到这里会有 会有几个几个孔 看见没 现在就要取出我们会随机附带的这个排线 这些排线一共是 我们附带的是40根40光分长的 我们可以负责人说这些线绝对够用了 并且会瘦下 咱们先把它放一边 咱们现在来看 这样就是 就是您您现在这个就是就是买家现在对对这个角度来看 靠近靠近这个并口的这一边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那个 主轴主轴就是断电的就是控制主轴的那么一个机电器 机电器的两个线 就是到时候就是把它串联在主轴的那个线路上 来进行 然后这两个呢 这两个就是控制板的电源 这两个就是控制板的电源 一定要看看清楚了 这两个是控制板的电源 这两个就是 就是 最 就是 靠近 变压器的这两个 这两个管 这这两个接线柱不应管 千万千万别乱接 好 咱们现在看清楚了吧 靠近并口线的这两个是 控制主轴 就是来电断电的那么一个机电器 中间这两根是控制板的 供电24V 咱们现在看明白了 这边这根 靠近电中间的这两根 靠近变压器的这根是重的 靠近并口的这个是负的 一定要看 重负一定要分准确了 如果重负接反了 控制板就会烧 加加 这个具体这个连线怎么连 我们会附带一个 就是纸质的那么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视频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好 先 好了 现在我们将线连 连接以上大体上就是这个样 这吧 中间中间这两根就是这个 控制板的电源输入 接24V 就是咱们的这个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就是24V 看着开关电源这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小口 上面有一个开关 并且这个黄色标牌 上面写了110V 220V 咱们国内的都是用220V 默认就行了 千万不要乱动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咱们将这个控制板的这两根 这两根电源和这个主轴 计电器的这两个线都接上以后 现在就可以将我们这个这个驱动板的支架 然后安装上了 就是这么简单 也是用咱们的这种就是旅行材专用螺丝 看你这两个孔了没 放在这两个孔里 这孔不是 中间这两个孔 咱们继续安装 也是将这个螺帽 先放在里边 然后将这个支架盖上 将这个螺杆扭上 旋转上 然后找找个旗就行了 它应该是和底下是一样宽的 找个旗然后旋紧 用那个小板手扭紧 扭紧 好了 扭紧以后 咱们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圈花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看吧 那么小 这样看啊 这两个就是那个主轴寄电器的 主轴控制的寄电器 这两根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两根是干啥的 这两根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外界的这一个降压变压器的一个 一个一个电源输入 接二十四伏 然后 这根呢 就是咱们刚才接的这两根 就是控制器的 控制器的电源输入二十四伏 咱们呢 为了方便接线方便 可以将这就是这个 这个降压器的这个电源输入 和这个 嗯 控制板的电源输入 就是并在一起 然后一同接在这个 嗯 就是开锅电源上 因为这样方便咱们以后的确认嘛 就是比如说 就是 就是就是 总体组装完以后 然后进行进行进行验证一下 进行重新减判一遍 这样可以更方便一些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连接以后就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主轴地带器 先不用管 先放一边 就是这个降压变压器 和控制板的 两个电源输入 可以变在一起 连接在这个开锅电源上 连接在这个开锅电源上 开锅电源 你可以看一下 对上面这两个是二百二十度接入 下面这一个是地线 基本上不用管 如果接对了 他就不用管了 下面这三个CUM CUM是负级 再上面这三个 加号位是重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定要是重重负级 一定要分队了 一定要分清楚了 就等于这个开锅电源 这个开锅电源 就等于是有三个负的接线柱 三个重的接线柱 一定要分清楚了 接的输入 一定要千万别接错 就等于这个样 就是先把咱们先把这个 降压变压器 和控制板的这个电源输入 不是 这个电源输入 然后连接在这个看就是开锅电源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要线连对了就行了 至于怎么走 就是各位买家买回去以后 你看怎么简洁怎么来 这东西都是无所谓 好了 大家咱们可以把刚才就是堵装完成的部分底座 先拿一边去 咱们先取出从套件包装里面 取出像我现在桌子上入干这些 首先是一个不进电机 一个连转器 连转器的几米螺丝 然后直线 M8的直线周长 还有这四个 四个就是配件 就是全部工业塑料的制装的配件 然后就是若干个这种 这种M3的内溜角的 就是短的这种 最短的这种螺丝 若干个 然后脚件 然后M2的螺丝杆 M2的螺丝帽 其他的就先不用管 然后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就是将这个连轴器 连轴器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边是8毫米 一边是5毫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8毫米的就是连接咱们的四杠 5毫米的就是连接咱们的电机轴 咱们这样插上以后 一样咱们的内溜角 最细的这个内溜角 将咱们的机米螺丝 就是咱们的这种紧固螺丝 看来他旁边有这四个开口 上面这两个是控制这个 这个粗的这个 这个就是四杠的这边的 底下这两个是控制这个电机轴的 将电机轴插上 然后将螺丝这样旋上旋扭扭上 这样 注意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旋这个螺丝的时候 因为咱们的螺丝是对边的嘛 千万不要插上以后 就是旋第一个螺丝的时候 旋的特别紧以后 再再扭第二个 因为那样就会导致偏心不通心了 就是第一个旋上的以后 稍微稍微稍微就是 就是上紧就行了 千万不要让他就是吃就是吃力 然后再把另一边 把另一边的机米螺丝也是这样上 你就是扭转向去 好了 两边都上上以后 两边都上上以后 你咱们对方旋转一下 一定要确保它是没有阻力的 就是旋转量没阻力 就是保持它同心 然后保证以后 然后再将咱们进键的 要将这两边的这个螺丝固定 就是旋转 将它夹住 咱们在加的过程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断的 一定要不断的调试 千万不让它要有阻力 就是不同心 偏心导致的有阻力 千万不能那样 也是不断的调啊 不断的稍微的扭一扭啊 紧一紧这个啊 松一松那个 好了 拿着以后安装 有安装上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这样旋转起来没有任何阻力 不是旋转 不是旋转到固定的一个地方 哎感觉特别特别特别难扭 那样是不对的 安装好了以后就这样 来回旋转是没有任何阻力的 就是这样 安装了以后 再取出这一个这一块 看好了是这一块哈 这一块 这一块 然后让他让他看见没这上面有四个螺口 上面也有四个螺口 就是固定的说法率固定的 一定要一定要这样放啊 一定要分清楚了分清楚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塑料片的重反面 这样这个样是正面 就是等于这两边旁边有两个小孔 有两个圆孔 看见没 圆孔的朝上 就这样 咱们取出咱们的这样 M3的这种小沃斯 将他固定 将这个配件 塑料板 与这个布禁电机 连接在一起 把它扭紧就行了 好了 就是这个样 这个样这个布禁电机 就算是 呃 这种直线轴轴承的 很少很少 基本上没有 我们应该是 据我们所知 我们一家 其他的都是用同套 同套的均准度 和直纹性成 loosely 就这样 和直线轴轩脏 这两个板 抓紧 rió 就是这个咱们咱们这一轴形成咱们这一轴部分的立板立面 咱们咱们现在需要将这个直线周程卡在这上面 我们我们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呢 是放在地面上然后轻轻的敲进去 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们就在桌子上在桌子上打了 但是我们建议各位买家买回去以后是在地面上 用锤头轻轻敲就行就能敲进去 好了咱们用锤头在地面上把它敲进去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对准 就是这个这个塑料板放平 然后这个直线周程垂直进出 别别斜着紧接着进来容易造成损失 万一万一把这个塑料板砸坏了那就得不成失了 就是轻轻的搭搭的时候是轻轻的搭用锤头轻轻的敲进去就行了 下面这个是平的看见没 然后有肯定买家会会形成 哪面是重哪面是翻呢 然后大家就这样看就行了 然后我就这样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怎么敲 哪面是重哪面是翻 就是怎样怎样敲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了比对好以后再往里敲啊 别别别敲反了敲反了再往外拔可是特别困难 好了 这个东西吧 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见每一边都会有这个直线周程 上面有一个小孔 带着小孔呢 这两个都是靠后的 带着小孔呢 这两个都是靠后的 大家可以看清楚 然后这个边 这个板 这个板是个底部 是个底部 就等于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带有步行电机的这个 是个盖 大家可以看清楚 总体 总体就是这个效果 总体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的连接呢 他们之间的连接 就是用这个M2的这个罗杆和罗包以及脚件了 这些罗基本上就就就去用完了 就用到一边去了 大家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脚件是怎么连接 脚件也很简单 用咱们的罗杆塞进去 塞进去 看见没 然后咱们将这个脚铁 这样放上去 然后再用这个罗帽 悬紧就可以了 刚开始不要悬得太紧 因为后期要调试 大家我这里要给大家建议 一点建议就是 在扭这种小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是在桌面上扭 不要不要在其他的地方 因为这个罗帽太不容易掉 一旦丢了就不好找了 因为它太小了 同样的道理 这边也是 也是将罗杆塞进去 然后将脚铁放上 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咱们这个脚铁是一边是个三脚熊 一边是个长方形 一边是个三脚熊 三脚熊在这边 看见也是有两个孔 有两个孔 要插在 插在最底下这个孔 待会我唱以后 待会我完成以后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就能看懂了 感谢观看 好了最终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连接 就是这样的连接 上面的这个呢 同样的道理也是 也是这个样 咱们先把它连接起来 在这里我就不复述了 然后我待会连接起来以后 给大家看一个成品就行了 好了 安装以后 安装完以后的效果就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上就是这样 整体上就这样 然后先把不禁登记拿一边 先看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个片之间后面会有一个口 后面会有一个口 这个口呢就是一个标识 带孔的一边 就是后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面 是有一个大圆片 有一个圆片 还有一个大孔 大孔的这块板子 不用这么紧 大孔的这个板子 是 如果买家这样看的话 是带孔的这个 就是单纯的一个孔的这个 是放在 右边 然后这个孔朝后 就是有这么一个下线的 这个圆片的 这个圆盘的这个 是放在 左边 然后带孔的这个朝后 是这样 东西效果就是这个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拍一个特性 然后这怎么弄呢 看一下 旁边咱们有是带螺孔的 就直接这样插入 看见没 就直接这个样子 我倒一个示范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 安装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心急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讨巧 这地方对对于人的手工就比较讨巧了 看见没 这样插上以后 旋转上螺丝 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那个 十字花螺丝刀了 也是用咱们的这个螺丝帽 越来越来这样旋进去 大家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要静下心来 不要毛刀 毛刀就会挖不成 特别有难度 就像这样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脚架就算是完成了 重复1234 上面的八个也是 好了 组装完了以后 就是大铁上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这几个螺丝 就是堵装起来以后 这几个螺丝 堵装起来以后 这几个螺丝千万不要拧紧了 就是差不多就行 因为待会还有 还有往里塞东西 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活发就行 就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效果 可以看成整体效果 就是这样 这样把它估起来一个整体 大家 大家也许会说 这个周程怎么 怎么 并不是平行的呢 这个好说 咱们待会用光周 然后稍微稍微一翘 它就平行了 这个好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效果就是这样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完成以后 就可以先放一边了 将它取出来 将主轴电机取出来 我们现在是已经将这个钻甲 已经砸下去了 你们 你们就是拿到的时候 它和这个主轴电机是分开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砸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讲清楚 砸之前 看到没 这个主轴电机 这地方 一定要放在地上 后面 后面一定要最好 垫一块木头 我在这就 就是打个比喻 一定要垫一块木头 然后这样垫上以后 将这一块插进去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边是有两个机密螺丝固定的 在砸之前呢 将机密螺丝松开 然后 其实这个机密螺丝基本上不得用 因为这个孔 就是挺紧的 砸进去以后就特别紧了 基本上就不用这个机密螺丝孔制 就等于这个轴一定 说白了就是这个轴 一定要垫在地面上 一定要垫在地面上 然后再把它套进去 然后用锤头 用锤头 放在地上 我现在就在桌子上打 就是多一下表意 打之前呢 打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螺帽摘下来 打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螺帽摘下来 是这样打 别打这个螺帽 千万别打这个螺帽 就这样打 然后渐渐的这样轻 轻敲 就这样轻敲 轻敲下去 敲一段时间 然后咱们可以这样转一下 看它腾心不腾心 敲潜了的话 肯定会不腾心 所以咱们一定要实际往里打 实际往里打 咱们可能会说 那打多少是个标准呢 咱们就看这就行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约也就是个 多少 大家给连了一下 这地方剩 就是这地方空 空这个就是余地这地方 也就是留一个五到六毫米就行了 千万别太长了 太长了的话 就意味着它与这个轴砸进去的这个重合部分就太短了 太短了不好 就是实际往里打 这地方也就留一个五六毫米就行了 我们这个是已经砸完了的效果 然后就直接弄一下 直接选紧 这个呢就是一个B10钻甲 我们之所以放弃了 不是不是B10的 就是那个雕刻机专用钻甲 我们之所以放弃了B10钻甲 那是因为B10钻甲凶度不高 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一个 是雕刻机专用钻甲 就是咱们那些工业雕刻机 工业雕刻机上硬的也是这样 和我们一样的硬的钻甲 所以说这个闯米挺高的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并且凶度也特别高 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都可以写着 咱们是咱们采用的是雕刻机 工业雕刻机专用的钻甲 里面的这个家具 里面的这个家头 里面的这个家头我们末日附带的是3.175刀具的家头 如果大家可以就是选用其他道具的话可以买相应用的家头 就是咱们这个家头就是就是 刀具的直径呃可以变换也可以是3毫米啊可以是6毫米啊可以是4毫米啊只要是看家头了把家头换了以后就行了 这个家具是一样的这个家具是一样的就是换个家头 咱们再从套件包装来取出这两个这两个 这两个当然说白了就是加就是主轴的那么一个支架 咱们看好了有一个是有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圆碰的那么一个东西 这一块是在底面是在底面就是这样安装的 这一块是在顶面就是这样安装的但是咱们在加注电机之前就主轴电机之前 一定要先把这个直线周程我们还是在说点我们的直线周程 一定要要把这个直线周程 先用锤头砸进去 就跟他一样就跟砸他一个样效果是一个样的 重反是怎么重反呢 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待会搭下去以后给给大家看一下最终效果 好了 这就这就是将咱们的直线周程敲下去的最终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可以看一下 很好分辨 咱们可以看一下 很好分辨 就是咱面这一个带着这个紧固螺丝的这一边 都是买家买家现在看的话都是在右边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底下这个呢是朝上 上面呢是朝下 就是这个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再将这个主轴电机加进去 好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就把咱们的光轴 插一下 插入咱们的直线周程里面 再到这一步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啊 这个地方就要不断的调势了 因为它们涉及到一个同心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别心就吃不了热豆腐 我们还是建议 我们还是建议买家用 用个 撕刮什么的 稍微轻敲一下 这样方便大家进行 进行安装 就是这样不断的调势 因为因为它是人工组装的嘛 所以肯定不可避免的会有 会有不通信的问题 就是这样不断的调势 咱们的调势过程就是将这个不通信的问题解决掉 就是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来回调整 就是这样扭一下 或者这样掰一下 然后看一下 完成了 就是这样扭着 就是这样来回滑动 就是这样来回滑动 没有问题了 然后就是千万别动啊 然后就这样重拐 挣过来然后用扳手 把这个紧固螺丝 慢慢的加 稍微别以猛劲 猛劲就容易变 容易容易动 相对位置容易变 慢慢的加紧就行了 在安装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底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这周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好了 这周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咱们再把之前的 这一块 这个框架拿出来 然后咱们再拿出 咱们附带的这个 铜锣模 就是T形丝杠铜锣模 咱们之前用的呢 都是三角丝杠 咱们后期都是升级 系统T形丝杠 大家可以看一下 T形丝杠 T形丝杠精准度 会比那个3.4杠好 精准度上会比3.4杠好一些 而且安装 安装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他的安装就更简单了 这不就直接将这个铜锣模套进去 将这个扛 对准 对准就可以了 然后用螺丝固定 这一个也是 这一个也是 也是套进去 这一个也是也是套进去 然后对准这个螺丝扛 然后固定 然后我现在先 先就先固定 固定完然后再给大家讲 好了 咱们将这个铜锣模 就是安装以后 就是用咱们这个螺丝 也是M3螺丝固定 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下一步 咱们就得把这个 主轴这个地方安装上去 主轴安装上去 大家可可要看仔细了 是有一个巧妻的 安之前这个地方 千万别上紧了 我之前就说我一定要活动 看见没一定要活动 安之前把它掰开 然后安之前 看见没 先把这个主轴 先把这光轴 先塞进 塞进靠近 不进电机 不进电机的这块板上 先这样塞进去 因为上面有孔嘛 这样塞进去 然后再把底下塞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框架再并起来 这样他就塞进去了 可以看见没有 塞进去以后 塞进去以后 然后用咱们的螺丝刀 然后将这个整体框架固定起来 咱们之前不是没有 没有上紧吗 咱们现在上紧他 每个螺丝都上紧 他就行了 上正了他 就是该90度90度 该1的80度 1的80度 该平行平行 该垂直垂直 这个因为不出品的 就该为了 这个木费 还好 归随着 看着 来 看着 好了 先把底下这个上紧 然后再把顶上这个上紧 上顶上这个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吧 一定要敲一点 别把他磕着 磕着就不好了 我们随机会附送一把 十字花螺丝刀 如果您自己之前 有螺丝刀的话 就用自己的就行 因为工具吧 还是自己之前用过的 用了顺手 我们现在就是用 自己用过的 也别为我们说 为什么不附送 像我现在用的这把螺丝刀 因为这说实话 这都是成本的限制 我们光买这一把螺丝刀 因为它是套装的 还有各种 各种头 这一套螺丝刀 就得二三十块钱 我们这一台雕刻机 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利润 就提前跟各位说一声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怎么大家可能会 在实验过程会感觉 这个光州怎么像短似的 怎么插不进去 那是因为上门 那是因为上门这地方 它那个凹槽 比这个光州它长 所以说咱们插进去以后 一定要向下 向下提 向那个方向推 江光州向那个方向推 向底 把底下要卡住 把底下要卡住以后 大家可能讨论 那怎么固定 因为它活泛着 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法 就是用502 用502成全的点那么几滴 这样它固定住就可以了 因为这地方 只要总体安装好以后 这地方以后就不动它了 所以说就可以固定住 先固定底下 很简单 就是 很简单 就是用502 在这上面点几下就行了 说白了就是将这个光轴 与这个碎了支架 连接在一起 上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弄上面的时候 先把底下 粘上以后 先静置一会儿 让它干一下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 主轴这地方拖过来 拖过来 然后再把底下 再把顶上这地方 也是相同的道理 也是固定住 但是呢 在固定上面之前 我们建议大家一定先别急着粘 先把它立起来 太够 先把它立起来 就是这样看 就这样竖直看 这个不禁间接和这个光轴 是否垂直 就是这样看 是否是一带一条线上 因为咱们这个不禁间接这块板 也是用螺丝粘 就是固定式的 用脚尖连接的 可能 可能这地方吧 我用这个四方比喻 可能是 可能你千万别 我夸张一下 千万别这样 因为这个样子 它就不通心了 所以所以这个板子 一定要和这块板子是垂直90度 一定是垂直90度 垂直的 这样才能保证 这个不禁间接的这个出轴 与光轴和四杠是平行的 百分之百平行的 这样才能保持通心 然后这样保持住了以后 才会你才可以将 这光轴的上面这一块 然后用502粘住 好 静止一段时间 静止一段时间 因为502干 需要一段时间的 静止一段时间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咱们 这就是咱们的最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这就算是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再把它这样放 咱们回答当初那句话了 这四个光轴 不同心怎么办 就是用咱们的 不是不是光轴的 周虫 咱们这四个周虫 不同心怎么办 就是用咱们的光轴 稍微别进去一点 稍微掰一下 把它掰弄到也行 因为这个周虫 咱们也是用锤头砸进去的 所以说它不同心 是很正常的 咱们稍微一掰就掰过来了 然后掰过了以后 咱们再不断的调试 这东西一定要不断调试 因为总机 总机运行是否流畅 是否正常 与咱们的组装 也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所以说在组装过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装好了 装好了才能正常使用 磨刀不误砍车工 就是这意思 咱们一定要 要把手里的架化事 调整到最最佳状态 这块也是 就是将两个 说白了就是将两个周虫 就是稍微的调整调整 掰一掰 将它掰成是一根直线 这根周虫 这根直线光轴 插下去以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 这也算是完成了 这也是不断的调试 如果耐心度和动手能力不高的 不高的买家 我这里还是建议 不要买 不要摆我们家的雕刻机的套件 我们家雕刻机的套件 对于动手能力 是有一定要求的 如果动手能力不强的话 买回去是 堵装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这里 要提前跟大家声明一下 好了 咱们现在再将丝杠旋转 转扭进去 就这样扭就行 我们的丝杠都是采用的标准的 三零组织纹优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螺 咱们的螺色招 我现在那个螺色招 前面是带磁铁的 你可以吸一下 诶 真的 这是纯正的布铁钢 不会生气 搭配铜锣膜 咱们的光轴 现在后期升级为是镀铁 镀铁子镀铁光轴 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之前的纯铁布铁钢了 因为纯铁布铁钢的硬度 硬度不如这个高 光轴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最大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硬度高 不会发生弯曲 就这一项 并且咱们的镀铁光轴也是不会生锈的 因为它是电镀的一层 也是不会生锈的 大家给听听听说一下 好了 这个两根光轴加一根四杠 这就是X轴的部分 咱们再把它倒置过来 这两根光轴再加镇铁的四杠就是Z轴部分 这里一定要停住 停 我们在淘气冷门和附电那么一个轴承 那么一轴承 大家一定要仔细找 千万别当千万别不当回事 把它弄丢了 这一个轴承 这一个轴承是干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Z轴的四杠 Z轴的四杠 是从这里插入的 大家可以看是从这里插入的 插入然后扭进 看见没 但是在插入之前 这里 这里实际 咱们在实际堵装的时候 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凹槽 这叫凹槽是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将这个轴承放进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将它插进去 这个轴承和这个丝杠 其实是非常严丝合缝的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任何抖动 不会有任何抖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插的时候 然后先把这个轴承套进去 然后再往上推 然后再进行旋路就行了 其实按这个轴承的目的 也是为了保持Z轴的同性度 因为Z轴是垂直上下的 对同性度要求也是比较高 好了 好了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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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装我们的家的机器吧 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我们卖的这个套件组装出来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竖空机器不是一台玩具 我们一定要实行说明吧 我们卖的是竖空机器不是玩具 千万组装的时候也一定要有耐心 如果不想在这方面学习竖案的话 趁早别买 因为买了以后会给您带来挺大的困难 在组装的过程中 就是买签续致 买签续致 买之前一定要自己打算好了 我要学习竖空 我要用竖空才来买 如果动手努力不是特别强 并且对竖空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 还是我们建议您别买我们的套件 因为组装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 我没提前说清楚 你们就是各位买家自己量力而行 自己感觉能行的话 然后就行 就买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样子 就是X轴和Z轴 总体就算是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待会然后直接装在那个咱们的机器上 就算是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好了 咱们将刚才那个Z轴和X轴那一部分先放一边 咱们来进行组装 就是底台台面 台面和外轴部分 咱们现在就是将咱们通包装里边拿出咱们的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 和7根20公分的旅行台 大家看一下 首先拿出这两个 这两个呢 就是外轴的光轴滑动了 也是取出咱们的轴重直线轴重 和之前的一样 用锤头 轻轻的敲入 这一个呢 就是带着我们logo的 带着我们印象科技四个字的 这个是在前面 是在前面 这个是在后面 就等于是这个样 然后后面 然后上面是架上咱们的这块底板 轴重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待会我将轴重敲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个最终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敲入了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这面一定要是平的 一定要是在地面上敲 在桌子上敲 万一把桌子敲坏了 我们可不负责 提箱收入呗 是这样 然后取出咱们的这个底板 就是托板 咱们的托板 然后咱们得用螺丝刀 不是 得用螺丝 螺丝 将它固定 大家一定要好好看啊 在拿到以后好好看 这四个螺旁 这一面 什么都没有 这面有一个条 具具有一个 有一个凹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不用推得这么近 他们拿着就可以看了 这有一个凹陷 这面什么都没有 有凹陷的这一处 有凹陷的这一个面 是放这个 这个螺 螺杆的这个头的 就是将这个头 就是卡进去 是面 这个面是平着的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肯定能看懂 然后反过来 然后再将咱们的脚铁 按上 然后用螺帽悬上 就是这个样子 四个同样的道理 大曲就是 超负就是 的 已经是 这是 一句 如果 , 好了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看明白 是这样放 大家赌装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我的这个方式赌装 大家看明白了 一定是这样赌装 待会我赌装以后 给大家看一个唱片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赌装完后的结果 看一下 这个带着印象科技的这个板 看一下这个轴承 突出的部分一定是朝里的 就是平面是朝外的 朝外的朝外的 带着印象科技的这个 咱们可以看上面正面板 上面正面板 这一个凹槽小 这个凹槽大 带着印象科技的这个 是贴近凹槽小的这块 不带的这个 是贴近凹槽大的这块 就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 这个脚铁是怎么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板 印象科技这个板贴上以后 基本上是和这个面是齐平的 中间会显一道非常小的一个缝 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呢 这里呢 是和这个螺丝 这和这个这个口 也就差个两毫米的意思 差个两毫米的意思 这边也是差个两毫米的意思 大家就可以这样找就行了 就这两个板子放上以后 距离这个螺丝口 距离这个螺丝口大约也就是两毫米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咱们的外轴 咱们的外轴拓盘 可以看一下 然后咱们取出咱们的旅行材 看见没咱们的旅行材 说白了最终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看见没有 大家现在可以看懂这几个孔的意思了吧 这几个孔的意思了吧 这几个孔也是 因为咱们的旅行材专用 因为咱们的旅行材专用 螺丝 就是将这个旅行材 来与咱们的这个塑料板固定在一起 看凶手了吧 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边也是单血重复 里面一定要加上这一个咱们的旅行材专用容貌 因为他能夹得住 我待会加起来给大家看一个重品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赌装最终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咱们的台面 台面啊 有好多就是那个买家 向我们反映 为什么台面不用一整体的 其实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整体的吧 怎么说呢 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我们现在卖的这台雕刻机 有好多买家买 而且并不是直接用的 或者是日后他们会进行升级的 升级的话 他们这怎么我们这些旅行材 就单个的这些 摘下来可以干别的用 或者是在并上一个 或者再减去一个 就是比那个整体的会增加了更多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变化性 就这意思 就是为了大家可以进行自己的 升级改装什么的 因为我们这台雕刻机吧 其实买我们这台雕刻机的 大多数都是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人 所以他们都喜欢自己 都是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就是 说白了就是这台雕刻机 也是提供了一个平台 可以买家其他买家就在什么进行升级改造 就是什么的 就是为为了方便大家升级改造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将这个 将这个就是台面剁成以后 再将这个就是外轴的这个通波膜 我就说按就先安装 行了 我待会安装以后给给大家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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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行 好 咱们把底牌组装完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将这两根光轴插入 插入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是买家有可能买回去这个光轴 这个光轴直行轴成可能敲到你这个塑料板的时候 然后可能如果不是垂直的话你插进去以后又不是那么顺 就不是那么的顺滑 所以就需要就是调整一下 我们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总机 总机装机以后的使用正常与否 就与咱们的就是安装调试有特别特别大的关系 就开始这句话 然后取出咱们附带的这个光轴直行光轴轴成 打开包装 很简单就是把它架在这上面 把它架在这上面 然后将这个两个直线周程的这两端插入进去 然后固定住就好了 待会我们固定住以后给你看一个对中效果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底拍装机以后的对中效果 就是这两个 这这这一这一对 这两对 这是光轴支架 基本上就是鞠个针 鞠个针然后放上 大铁上的位置呢 我可以给大家找一个窍门 来给个特写 就这就是这一个边 看见没 就是这一个边 和这个脚铁的这一边是起起来的 看没和这个起起起来的 就这个起起来的 这边起起来的 然后这边是 先定完这一个光轴 然后按上以后 再推这六的一个光轴 然后按上以后 然后这个这个螺丝先别急着 先别急着 加就是固定 先来和这样拖动拖动 先固定一个位置 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光轴和直线周程之间没有任何阻力 然后再将螺丝固定 这也是最终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回动 没有任何阻力 我这用一个阻力 这样才能保证 这就是机器运行的流畅性 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把这个 咱们之前已经组装好的这个 X和Z轴的这个一个整体 都拿过来 和这个 就是这个机器的底座 还有这两个光轴之甲拿出来 咱们打开包装 咱们打开包装 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是怎么弄 这一个基本上就像这样了 把它 把它这两个 往上顶 顶到头 顶到这个塑料头 不顶到这个 顶到这个旅行材的头 就这样 这两个呢 最好是 最齐 因为这个如果是倾斜的话 就会涉及到这个X轴的水平度 就是这个意思 总体呢 就是这个样 总体架出来就是这个样 待会我们装兴以后 给大家来一个装兴后的照片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整套机器 基本上机械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这吧 这就是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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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外轴部分 然后这是X轴部分 然后这个是外轴部分 不对不对 这是Z轴部分 这是X轴部分 这是Z轴部分 这是Y轴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在组装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 这三个轴的直线轴程 来回滑动 必须是好 必须是非常顺滑 没有阻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在安装以后 机器运行是正常的 咱们在下一步就是接 咱们三个的实体开关 咱们三个实体开关 有好多人向我们反馈 说什么声音的都有 说有的这三枚 有的人说 这三枚实体开关非常好 有的人说 说这三枚实体开关没有必要 这里呢 我们也是经过了 就是非常激烈的思想多钟吧 最终决定就是 还是带着吧 如果各位买家买过去 如果觉得这三枚实体 没有必要 就可以自行取取消掉就行了 如果觉得有必要 然后就可以带着 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个是那个 集体开关 就是飞自走的 就是点一下 它自动付味 这个就是那个 主轴的 主轴的就是 就是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是电源 总电源 就是这三枚实体开关 我们装这三枚实体开关 是安装在这 安装在这 看好这块亚克力板 这块亚克力板 这上面 上面这三个开关 孔 这是三个孔 最小的这个长发型 是朝上的 大的是朝下的 其实这个也无所谓的 根据个人喜好 那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严的要求 好了 待会我们安装以后 给你看一个最终效果 大家好 咱们现在接下来 巨型组装 咱们的X轴和Y轴的 电机支架 这一部分 咱们先来 从包装系统 取出 这两个支架 两台步进电机 两个连周器 以及机米 连周器所需要的机米螺丝 和若干个M3的8毫米的 短的这种内流角螺丝 然后安装也很简单 就是将这个步进电机 安装在这个支架上 这个支架是没有正反面的 其实正反面都一样用 大家可以按的时候 随便安 上面都有四个螺丝孔 照着螺丝孔 按就行了 但是在安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这个连周器 安装一上 安装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先安 先安支架以后 再按连周器 上螺丝啊 调试上面的 都不是很方便 所以先把连周器 安装以后 然后再将它套上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啊 是先把连周器 安装在步进电机上 保证它顺畅同心以后 再将支架按上 包括这个也是 再将支架按上 就这个样子 好了 我们安装以后 给大家看一个最终效果 好了 这也是安装以后的最终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安装顺序呢 就是先安装 咱们的这个连周器 然后再安装这个支架板 目的就是 我们要安装这个连周器 安装方便 安装连周器 的要求 就是安装以后 来回旋转 没有任何阻力 没有任何阻力 就证明它是同心的 如果有阻力的话 就证明它是偏心的 偏心就会影响 我们日后的这场使用 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 安装完以后 咱们就把咱们之前 已经组装好的主体 拿过来 然后放上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先看好了啊 先就是拍这东西一下 这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在这里 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这个X轴的这个 这个是长方形支架的这块 长方形支架的这块 是X轴 这个类似于T型的 这个T型的这块 是Y轴 是放在最后面的 是放在机器最后面的 这个X轴呢 是放在机器的右边 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好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好一下 这个样子 但是咱们在 就是买家 各位买家买回去以后 可能安装当中 可能是会 颠挡一下顺序 但是我在这里 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 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这块 亚克力板 先把这块 亚克力板安装以后 再安装布禁电机 因为如果你先把 布禁电机安装成以后 这个这个丝杠 就会挡住 这个亚克力的上紧螺丝 这个亚克力就没法安装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是先安装 亚克力板 再安装 这个这个布禁电机 就是等于先安装左边 再安装右边 好了 好了 就先这样 我们安装以后 最终效果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安装以后的最终效果 你可以俯视 就是低一下 镜头低一下 然后往这 往这看 对对对 这也是最终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 X轴的这个布禁电机 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找 这两根光轴的中间 因为这根丝杠 它就是这两根光轴的中间 所以咱们这个 布禁电机 一定要找这两根光轴的中间 这样 这样咱们光轴安装以后 上紧螺丝 它是保持通心的 要不然的话 它不同心 不同心就会 就会影响日后的中场使用 还有这个外轴 外轴布禁电机 也是我大家跟他说的一样啊 就是找 找这个外轴 找这个外轴的光轴的中心 因为这个 咱们这个 X杠也是 同样的道理 是光轴的 两根光轴的中线 所以就这样 在这里我要特意 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 X轴的这个支架 在上紧螺丝的时候 上紧了就行了 千万别再往上扭 如果要是扭劲扭大了的话 它会使这个支架变形 变形又会影响通心 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螺丝 这两个支架的固定螺丝 上紧了就行了 别再往上扭了 别再继续扭了 就这个样子 如果怕它松开的话 可以点上这502 就是在在螺丝和支架 这间 正是中间的接触面 点上用的2 你只要让它固定住就行了 就这个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 K32雕刻机 T型四杠升级版本的 最终成品效果 套件的最终成品效果 各位买家买回去以后 只要按照我们的说明 进行组装 最终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机械过分 最终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任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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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外号 我还要跟大家提一个 提一个注意的事情 就是咱们这个布进电机 布进电机距离台面的高度 就是这个 就是咱们的这个家具距离台面的高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是可以调的 看见没 咱们这个电机 是有两片 这个工程塑料板进行加注的 上面这块板就固定了 就是加注台面上 上面这个环就行了 就别动了 下面这个环是可以 下面这个环是可以来回动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先把这个螺丝松开 下面这个螺丝松开 然后可以看一下 咱们往上拖一下 下面这块地方就大了 往下压一下 下面这块空间就小了 这就可以给大家就是 日常使用调试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性 就是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小窍文 一定要注意哦 别的粘上以后 刀具够不着台面 说怎么够不着台面 调试这里就行了 调试底下这块塑料板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行了 机械部分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会讲解电路板的如何安装和实用 谢谢 大家好 咱们来咱们现在接下来讲解C32雕刻机的电坑部分的组装一条式 大家先从包装箱里取出咱们这三个就是驱动板 每一个这三个驱动板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每三个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同 每一个呢都是控制一个轴 因为咱们是三轴雕刻机呢 所以每个周都控制一个 我们我们雕刻机呢 目前采用的是控制板加驱动板分 就是分离控制的那么一个电路连接方式 是用并口连接的 尤其人像我们反馈说 为什么不用USB连接的 但是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不用USB的 因为咱们就现在用的这个并口 加MAT3加这个TB6560驱动板的这个 这这种连接电路是非常接近于工业雕刻机的连接电路 基本上与工业雕刻机的连接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工业就是工厂里用的能大型雕刻机 有许多许多也是用咱们这样的轻路板 轻路板都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的雕刻机吧 是和工业雕刻机基本上是一脉相成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有有对这这方面的有更多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通组一下MAT3以及TB66 TB6560驱动板的相关知识 我们先来拿出单个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上面都有标识的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推进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见没 这一个上面有有有这若干个就是波马开关 旁两边呢是两排接线柱 两排接线柱其中一排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买买了买回去以后可以看一下 上面写着B-B加A-A加J GND和24V这边呢就是等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24V和GND就是驱动板的输入电源 就是G24V 旁边这个A加A-B加B-就是连接布进电机的四个接线柱 因为咱们布进电机是采用的两箱四线布进电机 两箱四线四二个布进电机 就是A加A-B加B-A加A-就是一箱 大家可以分清楚啊 再来看另一段的接线柱 另一段的接线柱是分别是由EN-EN加CW-CW加CLK-CLK加 这个呢就是连接就是 就这六个接线柱就是与控制板连接的 就是与控制板连接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这六个接线柱是与控制板连接的 控制板是什么呢 我把机器掉不上 控制板就是就是它 控制板就是咱们的机器上 立面上的这个控制板就是它 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啊 这六枚接线柱是与控制板连接 旁边这六枚 其中四个A加A-B加B-是以布进电机相连接 旁边这两个24V以及GND接电 这两个是驱动板的输入电源 好了 大家大家一定要看懂了 这个与布进电机连接很简单 就是四个就是四个接线柱有连接咱们布进电机的四个线 这个至于怎么接我待会再说 然后这个驱动板的输入电源也很简单 就是从咱们的开关电源输出 然后输入到咱们的驱动板上就行了 现在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咱们这个驱动板的 这另一端的这六个接线柱就是这个 这个C1N和1N-1N加CW-CW加这些和咱们控制板是怎么连接的 这个呢就关系的就会涉及到就是 就是咱们受控相关的 受控上的相关的一些一些术语了 我给因为因为买咱们雕刻机的可能大多数 并不怎么了解术控机器 所以我就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给大家说 就是咱们的这个控制板 与咱们的驱动板连接是有两种连接方式的 一种是供音一种是供阳 咱们是采用的供阳方法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是采用的供阳方法 供音你千万必须想因为供音比较麻烦 如果您个本人对供音有研究的预誉 就是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上网搜索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进行尝试 如果自己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强 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是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就千万不要不要乱尝试了 因为一旦先接错了 会将咱们的下面板烧坏了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还是我刚才说的咱们的控制板与驱动板的连接 这些是采用供阳的方法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咱们的这个控制板上 会有若干个这个白色的插口 大家看见没 若干个白色的插口 这一排插口的旁边的这一排进行柱 千万不要管 插口旁边的这一排进行柱 就是供阴解法所用到的 但是供阴咱们不用 所以不用管 咱们用到的呢 只是这几个白色的插口 上面上面都都依次写着X的轴 Y轴 Z轴 这个上面那两个是A轴和B轴 这两个是可以后就是后加的 后加第四轴第五轴 咱们因为咱们是三轴调科技 目前用不到 所以不用管 咱们只需要关系到X轴 Y轴 Z轴就行了 如果买家想研究的话 可以自己后加 这个都是咱们的控制板都是可以支持的 应用件上是支持的 带同咱们的包装箱里取出咱们的这些专用的插口 插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都有 因为咱们插头都是有重负面的 反过来都插不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样这样插上就行了 插上的时候多少有点阻力 稍微试着插就行了 分别是X轴 Y轴 Z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X轴 Y轴 Z轴 X轴 Y轴 Z轴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 就是最底下的这三个啊 上面是A轴和B轴 咱们用不到 咱们三轴调科技用不到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 好了 如果如果多少细心一点的买家会 现在就会发现 哎 这个插头上怎么露出来的是四根线啊 是四根线 大家可以看好啊 每一周出来的是四根线 可是咱们接线柱上出来的是六个接线柱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六个接线柱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咱们是采用的供扬的连接方法 供扬的连接方法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接线柱上推过来 这接线柱上会会写的CLK加CW加以及EN加 可以看穷成啊 或还有CLK-CW-EN-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呢 就是用咱们咱们包装箱里带的 带的排线 带的排线啊 带的排线 自己自己就是拉出那么一根来 然后用剪刀剪出若干小小小的短线 然后将这个CLK加和CW加和EN加 就等于是串起来 串起来 然后一同一同连接到咱们这个 空置板输出的这四根线上 有一个正五幅 有一个正五幅 就是这根红线 大家可以想有一根正五幅 就是这根红线 因为咱们空置板上都写的 推过来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因为咱们这上面都是写着的 这这这这这这边 这边 不是这 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每一个轴盘都是五幅 CLKCW和EN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红线就是就是正五幅 因为咱们驱动板输入信号是五幅驱动 信号是五幅驱动啊 并不是咱们驱动板驱动是五幅 咱们驱动板是24幅驱动 一定要分清楚了 咱们的这个信号驱动是咱们的五幅 就是将这个红线 分别与CLK连起来 与CLK加连起来 与CW加连起来 与EN加连起来 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连接以后这六个接线柱 说白了 这六个接线柱其实就是三组 分别是CLK一组 CW一组和EN一组 每一组里面都有一个正号 就等于是将这根正的 就是将这根红线 将这根正五幅的这根红线 分别与这三组中的 每组中的加号连接在一起 就是与CLK加连接 与CW加连接 与EN加连接 这样是不是这个六个接线柱 就剩下三个了 因为六个接线柱的 这六个接线柱是三组 每组的正级都已经连接了 就是都与这根红线连接 那不就剩下了每组的负级连接吗 是不是就剩下三根了 然后就与这剩下的三根分别相连接 就是EN连EN CW加连CW 大家听一下 CLK 就是这根黑线 这根黑线就连接CLK- 这根黄线就连接CW- 这根白线就连接EN- 依次这样连接啊 每个轴都是这样 X轴Y轴Z轴都是重复的 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因为上面都有标识 这里的难点就在于 这里的难点就在于 咱们是供养接法 供养接法 顾名CE 就是都采用的重极一根线 就是咱们这六个接线柱 六个接线柱是三组 每一组的重极都与这根红线连接 就等于这根红线最终是分出三个重极 分别连接这三组的重极 剩下的这三组复节分别连接咱们这上面的这三个字母 按照字母分别连接就可以了 就这意思 这个连接这个线的连接我是说完了 然后我说一下咱们这个线柱板的怎么放置啊 如果大家是同头看的话 可以记起来我们这块就是驱动板的支架 下面都是安装了咱们的螺丝帽的 就是这个样子安装了 安装咱们螺丝帽的 好了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坐下就行了 你坐下然后这样看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三个驱动板的具体怎么安装 首先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先安装咱们的X轴 就是您在对面看的话是最最左边的这个轴 这是X轴 这是X轴 然后取出咱们的这个外溜角的这个支架 用咱们的这个M3的螺丝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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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边每这三个都是重复的哈 这三个都是如此重复的 都是如此重复的 开关呢 开关都是朝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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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板千万别接反了 开关都是朝后 然后这两边 您您在那边看的话是右边的这两个 因为这是四个螺丝嘛 右侧这两个螺丝是用这个外溜角支架撑起来 左边这两个螺丝呢是用咱们的这个弹簧把它套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要要什么起到减震的一定行动 因为机器运行难免会震动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如果动手能力稍微高点的话 这些都是都是so easy的 好了 现在呢 这不咱们就是目前先把这个 X轴的这个驱动板连接以后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另一边就会有咱们这个X轴电机 这四根线 现在我就开始说这四根线怎么连接 因为咱们是两相四线 两相四线 两相当说白的就是两组线圈 两组线圈四根线 咱们这个线圈怎么分很简单 记住啊 红色和蓝色是一组 黑色和绿色是一组 一定要看清楚了 红色和蓝色是一组 黑色和绿色是一组 看清楚了 红色和蓝色是一组 黑色和绿色是一组 然后这四根线就分别连接这个驱动板上的A加A-B加B- 然后有朋友就会说 哪一组是A加 哪一组是 不是 哪一组是A 哪一组是B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无所谓 因为咱们连接上以后 这个主轴点 咱们不禁电机的重反转 是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的 这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 咱们将这个 整个红蓝的这一组连接上A 将咱们的黑绿连接到B 然后可能如果 又是咱们连接上以后 这个不禁电机 一转 咱们想让它向右转 它怎么向左转 这个可以很简单 根本就不用动线 线条 这个线头不用调换 直接通过Match3里面的软件设置 就可以 就可以跳航过来 所以这个接线是无所谓的 只要你能保证这个红色蓝色是一组 黑色绿色是一组 分别连接到这个A加A减 B加B减就可以了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不禁电机 它来的时候 线就这么短 所以咱们需要延长 延长就要取出咱们附带的这个排线 咱们就是直接拉出来几根就行了 直接拉出来几根就行了 然后就像连接在这上面 咱们也会附带 咱们随机会附带若干个这种热缩管 这是我们已经剪好了的热缩管 我们在包装里的时候是一整根长的 然后咱们可以就是按照自己需要剪开的 什么是热缩管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热缩管就是用咱们的打破接 设备一热它就变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变细了 然后就起到绝缘的效果 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用热缩管代替咱们的胶部 还有胶带 就是这个意思 连线我在这里就不用跟大家再继续说了 每个周都是这样连 就是驱动板两端的接线柱 哪个连哪个 我这已经一一复述完了 这开关我先后再后面我再说 先不用说 咱们先把这个驱动板连接上以后再说 这个驱动板的连接顺序呢 就是先按X轴 先把这个布金先把这个电机这个线连接上 然后再把这个与控制板的这个线连接上 看见没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口 这口呢就是穿线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就从底下这把线穿过来就行了 其实很简单 那穿过来就行了 穿过来 然后这个就是这样连接上去 长了的话咱们用剪刀 买家需要自己附带剪刀的啊 买剪刀点就是剪断 然后将剪到就是合适的程度以后 然后用咱们螺丝刀夹着接线柱旋开 然后将那个 然后再把这些线剥开就行了 剥开也很简单 反正我们个人建议是用剪刀剥 就是这样剥就行了 然后进行连接就行了 然后先把这个X轴安装固定 然后把这个线固定上以后 再来进行固定这个外轴 这个外轴连接的时候怎么连呢 大家稍微一等哈 记住啊 外轴连的时候一定要先把 您在那个方向看的话是右上角 先把右上角的这个螺丝固定 先把右上角的螺丝固定 使它这样可以来回转 来回转 为什么来回转呢 因为方便大家接线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将这个外轴的 布景连接 然后用咱们附带 附带的排线 将它连接出来 连接出来 然后进行延长 通过这个孔露出来 然后连接上咱们的接线柱 连接到咱们的接线柱 看一下 然后再把它拨回来 然后再把其余的三个螺丝也固定 这样X轴 外轴也都固定了吧 最后固定Z轴 Z轴也是一个道理 和外轴一个道理也是 先把右上角的这一个先固定住 其他的先不要上 其他的先不要上 先让它保证能够来回走 然后再将 再取出咱们的路干排线 这里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咱们这个 就是Z轴的这个 电击输出的这根线 一定要够长 因为要连接咱们的这个 布景电击 因为咱们布景电击 是又不断的在这行走的 所以线一定要长 连接以后一定要长 从底下这个方框沿出来 从这漏出来 从这漏出来 然后从这连起来 就这个意思 大家已经看到了 总体的安装 很简单 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那样接 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这个为例的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推过来 这吧 这根红的就是那个正五幅 就是将这个clk连接 连接接 连接以后 连接以后 并且是共阳接法吗 连接到这第三个接线 也就是cw 然后再连接到第五个接线 也就是en 这样它连接在一起 然后将这个黑的黄的白的 将依次这样 这样连接上就可以了 因为上面都是有字母 按照字母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三个接线柱就这样完成了 这三个驱动 驱动板就这样完成了 所以里面与这个布禁电机相连接 还有这个对轴的这个布禁电机 对轴的这个布禁电机呢 A加1简是从这儿 从这儿取咱们的排线 从这儿连上以后 过中间这个口 过中间这个口 可以看一下 过中间这个口 过中间这个口 然后埋到这底下 埋到这底下 然后过了这个支架 然后过来 就行了 就是这样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行了 这个三个布禁电机 连接完成以后 咱们就要连接 三个布禁电机 连接完成以后 就要看咱们连接 这三面这个实体按键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旁边这三面实体按键 上面呢 是主轴 主轴控制 中间是极条 最底下这个是 总电源 总电源 这三面实体按键的连接 需要 需要用到 就要用到咱们的电烙铁了 电烙铁 就得需要各位买家自备了 我在这里 再重申一遍 这三个接线柱 需要用到电烙铁 因为后面这里有铜片 这铜片需要连接 如果不用电烙铁的话 用手直接缠上 就是会造成接触不良 所以最好是用电烙铁进行紧固 就这个意思啊 最好可以看一下 这三面实体件 如果有买家感觉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不加这个根据买各自买家自己实际需求来决定 然后咱们从上到下一才讲啊 这个主轴的主轴开关 主轴开关咱们咱们之前 咱们之前就说过 咱们进行组这个机架的时候就说过 这里咱们控制板上搭载了一个接电器 这个接电器就是控制主轴接电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将咱们这个实体件的开关 与这个接电器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就是串联在一起 共同控制主轴的开段 一定要听懂了 是共同是串联在一起 共同控制主轴的开段 就是就相当于接电器是一个开关 咱们手上的这个实体件也是一个开关 这两个开关是串联在一起的 两个开关必须是同时是是连接上主轴才会接电进行工作 大家一定要听懂啊 咱们刚才是咱们之前就说了 这个接电器上面这一排接线柱 最您在那个就是这样您看的话 是最左边这两个就是继电器的两个接线柱 中间这两个就是这控制板的电源输入 我之前就说过 靠近右边那个是重机 因为控制板上也有说明 控制板上也有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可以看到这从哪来的 就是继电器的这一根看见没 然后底下另一根黄的那根已经沿过来了 就是这一根看见没 这就是这两根这两根啊 就是咱们的继电器的两根就是控制线 咱们将其中的这根红的颜色随便选 因为颜色也是各位美家用排线上面的就是线随便接 我这也是就是现在连接是一根红线 我们就用它红线为代码 将这个红线连接到咱们变压器的重机 变压器的重机 然后如果要是工作重刀工作 这个继电器工作一接上 是不是这边就就会有电了 然后再将再将这边这根连接到这个 这个主轴开关的 不是主轴开关的 主轴实体件开关的一个接线 一个一个铁片上 然后再用另一个铁片伸出来 连接到咱们的主轴电机上 咱们继电器这一根这个黄线是连接的重机了 然后再从变压器上连出一根负级来 然后进行抖线满过来 然后连接到主轴电机的负级上 这样咱们的主轴电机就会就可以通过这个实体件开关 和咱们的软件控制的继电器两个开关来进 共同进行开关的就是供电的管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理解理解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第一个实体件 不是第一个实体件 我也讲解完毕了 第二个这个集听开关 集听开关是接哪个 哪里啊 咱们看这个控制板的这个底下这排接线柱 底下这排接线柱 底下这排接线柱 就接就接这个P10 最左边这个P10和最右边这个GND 这两根这两根连接出两个线 如果一旦连接在一起 就等于是集听了 把它断开 就等于是重伤工作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两个线 所以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线 然后进行走线走过来 走过来连接到咱们的实体件的这两根 然后按下单触一下 因为咱们是非自作开关 单触一下 就是集听了 就是这个意思 总电源呢 就很简单了 总电源 总电源 待会我们会将那个咱们那个巴子型的插座 安装在这儿 然后就是电源输入 就是220V了 220V 然后两根线 一根火线 一根零线 将零线就是直接连接到 直接连接到咱们的变压器 直接连接到咱们变压器的最顶上 这两个LA 安音是火线 L是零线 可以看清楚了 然后再将另一根线 然后连接到咱们的主轴开关上 就可以控制咱们的 就是机器的总电源的开断了 好了 这个是这三面式提前开关 待会我们连接以后给大家看一个最终效果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C3的雕刻机 T型刺钢升机版本的套件组装最终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主轴电机的这两个线 这两个线 推过来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看见没 上面有一个红点的这个地方 是接正极 没有的是接负极 因为这个正负极会接反的话 它这个主轴旋转会反向旋转的 大家一定要看得起了 大家有可能会问 那怎样旋转 就是就是正确的旋转方式呢 那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就是咱们俯视看 就是站在这个雕刻机上方往下看 这个这个雕刻机的主轴旋转 顺之针方向 就是就是正确的方向 就是同上往下看 然后这个主这个轴是顺之针方向 就是顺就是正确的方向 一定要记住啊 同上往下看 这个主轴旋转是顺时针方向 是正确的旋转方向 如果旋转方向错误的话 会使刀具崩断的 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其他的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三枚实体件已经连接完成了 就是连咱们附带的这个也都连接完成了 最底下这个按键就是电源总键 然后就是从这个地方 然后将这个开关串联起来 然后连接到咱们变压器的最顶端 最顶端这个LN这地方 一定要看清楚啊 这个中间这个飞自走开关是急停开关 连接到咱们空之靶的最底端的这 是对底排接线柱的这两边这个就是P10和JND上面都有显示P10和JND 对上面这个主轴开关我跟大家已经之前讲过了 就是主轴开关和这个控制把设的接电器的这个开关是共同串联在一起 就是串联联在一起 然后控制主轴电机接电 就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寄电器的接线柱就是上排接线柱的最最最最最左边这两个 说白了就是就是变压器的定重极 然后使一根线连接到就是这个寄电器的一根接线柱上 然后再通另一根接线柱伸出来 连接到这个这个小的主轴开关的就是一端 然后再通另一端连接到这个主轴电机的这个重极上 这就相当于把寄电器和这个实体键开关 共同串联在了主轴电机的重极的这根接线柱上 然后再通变压器的负极 负极上什么都不要连 直接直接走过来 直接连接到主轴电机的负极 这样就是就是就相当于这个寄电器和这个主轴开 主轴就是实体开关 共同来控制主轴的就是供电与否 这个是三名实体键大家可以看清楚啊 这三名实体键是需要电烙铁焊接的 一定要记住啊 买家需要自带自あります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说明买家需要自辈电烙铁 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这些地方都是用接线柱的就不需要电烙铁了 直接用螺丝刀拧开 然后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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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极菜插入 然后拧拧紧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最终的效果 这是最终的效果 按揭完连接完以后 再把我们的这个印象科技的这个这个这个四分之一元的这个这个亚克力牌 然后然后用咱们这个这个铝箱台螺丝 把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上去就可以了 把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机米螺丝将这个四杠三轴的四杠分别就是加紧 这整台机器就算是完成了 然后完成以后 你一定要再三再三确认 再三确认这些线头接的是否是否对是否正确 确认这些线头线头都接对了以后 才可以接上R20进行进行接电试验 后期的接电试验 就会就会移植就是后期的这个软件安装 就会移植制这个方式 移植制就是说明书的方式 就是会放在套件里面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这个视频只是讲解 咱们这个机器是怎样具体的安装 行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能够能够听完 行行行谢谢啊 真挂了 大家好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补充说明一下咱们这个 这个驱动板上的这些波马开关是如何进行开关的 我推过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三个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穷手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单拿出其中一个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开关 依次同左到右 现在看同左到右依次是关关开 关关关 开关 大家可以看凶手啊 大家可以看凶手啊 大家可以看凶手 买回去的以后 买回去以后买回套件以后堵装完以后千万别急着就是接电 一定要先把波马开关调试中去以后再接电 记住啊 一定要把波马开关调试中去以后再接电 这里如果就是买家有疑问 为什么这些波马开关是干什么的 有什么具体作用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索相关的资料 网上都是公开的啊 就是搜索TB T560驱动板的相关资料 以及以及数控雕刻机的就是电路部分的堵成 上面就是多少了解一点都会明白这些波马开关是干什么的 在这里就不就不就不一一去数了 因为特别挺耗时的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在这里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咱们的雕刻机升升级换代程 升级换代程咱们雕刻机专用钻甲 就是工业雕刻机专用钻甲啊 咱们这个钻甲是就是拆卸是需要用扳手的 是需要用扳手的 一定要记住是需要用扳手的 扳手我们是不附带的 因为扳手成本比较高 并不是螺丝刀什么的 在在这里一定给大家说一声啊 就是这个拆卸是用扳手的 是用扳手的 扳手扳手我们套件里面是不附带的 不过上上任何一个五金店 就是五金店啊 上任何一个五金店都可以买到扳手 就是这样啊 好了好了 这补充说明就是就这一点 就这一部分 是用扳手的